老爹还有啥好说的 对面凯影是吧 我现在刚好被上马十人搞得这个愤怒值挺高的 这一把还要来还要来虐我 那对不起 那对不起了 黄板鞋骗了也妈 我也有十家封面 大师 不愿意不回来 三十五 全军出击 恐惧 追杀更有热子吗 要的不是宝石 没办法这应该 应该是个小改改 小改改 玩奶妈也蛮正常 两边都乱斧了 两边都是乱斧 两边都乱斧还好 如果说你是乱斧打硬斧 乱斧那边就比较比较难受了 所以说这个 我没问题 看 这边不是炸,我乱斧 232324 本来要双击抓象啊 双车抓不死,但他可能会来蹭多能量 这个转位这个血线还行 这边抓不到抓不到,只要不要太静静就行 应该不会抓了,抓的话这时候已经到位了,还行刷还是比较快的 刷这么慢吗 我觉得这边伤害不够 我塔杀的,我塔杀 维洛斯还A出来了,但也不亏啊 还被他A出来了 也走不出来了,我这波能把凯尹杀了就不会亏的 能接受 我们不在后面闹后凯尹也死不了,维洛斯也死不了的 这波相当于是一波一关二了 很爱是 这就两边都卵斧就还好,如果说对面这个是硬斧,这下路已经死了 还能在上 还能在上 感觉这个位置有机会啊 我这感觉是有机会的 上野区不要了,下个印记刷在对面F6 我们去控第四重印记就行了,来了已经 上野区给他 不重要 他打野名牌在上的 做这个眼直接来,那也还行 漂亮,反正印记拿到了,他没有拿草丛,我想到这种他会拿草丛的 A,往后拉,好继续拉扯,没事没事不亏 凯仪拿的无所谓 这样草丛没掉 哇这个预判吹,绝了 不亏不亏,600块嘛 我们上野区没有掉,草丛也没有掉 要纵观全局 这么来说的话这波其实还小赚 还小赚 还小赚还小赚 下个印记刷三郎 收了已经被对面打野清掉了,红buff还有36秒 应该是三郎先刷新 我们近上去等待一下 稍微等一等 诶,蝎子呢?蝎子来了去拿了 三郎呢 应该是三郎先刷的 哦,他刷的这么慢呢 哦,他刷的这么慢呢 凤女没省 杀了凤女这波都不亏 没杀掉 这波没杀掉他确实亏了点 没杀掉他确实是亏了点 我成了兄弟们 杀掉他这波就不亏了 但是有用吗 这个是什么 Foldào 有用吗 有用吗 小拔了 上去给他刷,我们要控所有人的下一个印记 让他把三郎、蓝buff全部清完 那么下一个印记只会刷所有人 完了 小拔了 兄弟玩烦了 怎么样 還可以吧 十分鐘八成印記 說了這把給對面上一課 說上課就上課 一點都不帶吹牛逼的 十分鐘八成 還有誰 還有誰 準備拿第九個印記 一天就下一個印記 沒問題 要不要再加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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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說 還要強 沒問題 不少就差 說 要是再加上課 全部都喊好 差 再來 来嘛,小baby,失聪印记,11分钟 Come on,晚安 9G打6G 小养个小兄弟 这个凯影说他是谁有的 没开局就要来我们直播间说要虐误 这给他上过态度 让他知道一下人性险恶 逼不能乱装 血识交掉的 我打你拍 哎 拍拍拍 哎呀 飆手风力 我骂我都不反 回家买装备控先锋的第12层应急 直接开冲 马上下一层应急 小龙先不透气拿 把先锋空了 然后再留着拿13层 时候人被反了 那么知道对面凯仁现在在上 好12层 小龙过个40秒钟刷下一层应急 我们先不着急拿 等应急出来再拿 直接放 好 年轻人 怎么那么经不住诱惑呢 我看着算的路马上到位了兄弟们 谁进击啊雷 这真是盼着他来了 抓不蝎子了 先抓不蝎子 再打开 只能把我回来 蝎子 再打开 最心所欲的追杀吧 出人了 不错 除了 不错 点不点点不点,我已经14层印记了 大师局16分钟14层印记了 还不点那我有点爽的 第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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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他回去哪呢 回了,买了个两件套 他也不冲,却性化的 不是,却性化的 他也要相信冲觸 他妈不点我还不舍得推呢 15层眼界了 下一层飙飙飙飙 飙伦斯吧 还是点了